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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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Super Micro 有非常非常多全球的自動駕駛的這個 Technology in Apple 就是說提供這個不管的軟件整合放到這個自動駕駛的測量上面 那我們這個 section 是不是可以請Sprina 分享一下 你的客人是用你的哪一片主機板 然後用它的哪一些 I.O. 然後它的哪一些功能去設計成了一台 這個可以放在自動駕駛車輛上面的一個強大的邊緣預算器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在這一代的i-slag產品裡面 它有分低核心數跟高核心數的 那其實在這兩個不同的產品 對於自家車相關這個領域的應用都是有的 包含像是大家可以理解在一些比較大型場館之間的一個接駁 那他們可能為了要做降低成本 還有做一些比較好的交通的規劃 那他們會選用這樣的產品導入到它的自駕車當中 那還有像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平常我們知道的一些網路的這種美食外送的平台 在國外的話我們也是有比較成功的案例 那他們可能會選用這種比較高核心數的產品來導入 那它同時間可以處理比較多的訂單的需求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設備底下呢 大家知道因為我們其實在講 D170它是比較低瓦特數的 那在270是比較高瓦特數的 所以其實客人他們在設計當中也是會考量到這個部分 像比較低核心數它就用一般的氣冷的方式來做就可以做得到 那在270這個系列的話 它可能就是需要搭配他們自己的一個水冷的設備去做設計 那在應用上面的話 因為大家知道在自駕車的話 你需要做一些監控還有一些分析 所以他們選用ZionDD的是 看中它這個計算運算的這個能力 可以達到他們的需求 那再來就是說它在包含像我們的主板設計上面 上面我們有1G的網口 所以它1G的部分它可以去連接它的 像是CAMERA或者是一些SENSOR雷達這些 中端的一些設備 那在10G或是25G的網路口的部分呢 就是點到它的這個POE的Switch來做相關的這個PACKET的傳輸 那此外就是說他們其實還有一些包含像是它的CAMBUS 或者是有一些額外的這種顯示卡相關的應用 可以通過我們的PCI SLOT或者是我們其他這種 Hoculink或Slimsus的擴充 來做他們一些客製化的一個設備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樣子的應用來講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無論是在比較低核心數高核心數的這個產品上面 都可以看到在這個領域上面有很好的發揮 它其實這個就是在幫7STARLAKE的電腦 做一個非常好的詮釋喔 我們使用了他們的這個最新的20核 High-Core Com的產品 就是看到它20核的這個High-Core 再加上了兩個25G 那還有兩個TENGY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東西 我們除了接很多的SENSOR之外呢 我們可以利用它的這個所謂的PCI-116 去加上這個不同的圖形的這個 有均的這個Graphic Card 加上這個之外呢 你在自動價值上面你的CAMBUS FD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本身我們也這個利用它的很多的這個IO去接的CAMBUS 那當然最重要之外就是說 這塊主機板上它做的很棒的地方 是它有兩個這個SlimSARS by 8 兩個SlimSARS 你還可以外接成一張PCI-116 那我們可以接一個SmartNIC的200G的網卡 做更安全的運算和傳輸 那也就是說本身呢 這SlimSARS就是用這樣一張的主機板 去幫這個全球的這個自動駕駛的客戶也要 或者是它需要大量頻繁吞吐的 別人的預定用就可以來使用